大家好,我是小琪,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 秋天呢,如果你养着竹顶红,想要让它在冬季或者是在过年的时候开花的话 一定要操作得到,当然这个方法只适用我粉丝 其他人说没关注我,你说我说的方法不对的,就不要去学了 什么方法呢?就是本身它在春季开花,进入夏季以后就会长叶子 叶子长得非常多,但是叶子长出来以后,如果持续让它长叶子,它的球会变小 所以说现在是秋季,只要它长出四到六个叶片 只要有叶片,叶片比较硬朗的话,我们需要做的是多见光 保证着盆土干到一半以上,或者是盆土快要干透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肥料呢,一定要选对,用甲肥,甲肥壮根,对于球根植物来说呢 它的根茎会变得更粗,这个时候呢,用上以后呢,它的球会变大 秋天就是养球的阶段,而且我们用的高甲肥要选择花朵的12号 它是甲元素含量高,其他元素也不缺湿的 一个月给它两到三次,一般十天左右一次 这样呢,它既到了冲突的甲元素,它的球会不断的变大 叶子就不生长了,而且呢,它里边含有林 同时能够让它在秋季,快速的去分化花园 但是呢,如果说您是南方地区,它现在这个季节还在涨 如果说到了冬季的时候,记住哈,入冬以后 我们可以去停水,让它的盆土彻底干了 然后放到室内光照弱的环境中,让叶片全部干掉 这样呢,去待上两三个月 它到了冬季的时候,您快过年的时候 提前一个月给它浇上水的话,它也是能够开花的 有的话就说,我这个去空水,它也咋怎么办呢 很简单,把球刨出来,把叶片剪掉 放到冰箱的恒温冷藏室里边,待上一个月 拿出来养上一个多月,它接着就能够开花了 一般按照这方法也是能够催花的 这是南方想要在过年开花最简单的催花方法 这也是人为催花的方法 如果说您养着猪顶红的话,可以按照这方法试一下 有的话就说,我在南方我不去催花,它也能开 那是品种的问题,有很多品种都是要催花的 特别是进口的猪顶红 学会了吗?学会了,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